好莱坞第一败家子 约翰尼德普 尼古拉斯凯奇是德普进入影视圈的引路人 同时也是他的至交好友 俩人不光在演技上互相较量 在败家这个方面 二人也是你追我赶 凯奇败光了36亿 而德普更是清楚于蓝 45亿花得一分不剩 德普的赚钱速度极快 光是加勒比海盗系列 就为他带来了共13.6亿的收入 但是他花钱的速度更快 平均每个月的日常生活费 就要花掉1400万 德普的幼稚爱好令人难以理解 比如爱玩巴比娃娃 并高价收藏了一屋子限量款 如果你想知道他到底有多幼稚 可以看看他当年主演的《寻找梦幻岛》 他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性格古怪 孩子气十足的儿童读物作家 就是那位写出小飞侠彼得潘的作者 德普完全就是在本色出演 而他稀奇古怪的财务支出 更是令人费解 当年为了完成老友的银院 弄了一门大炮 把他的骨灰哄上天 花了2000万 1.4亿买个游体 开了几个月低价买出 竟赔4900万 为了支持发响的音乐梦想 拿出2800万大水漂 如此脑洞清晰的剁手方式 令人不禁怀疑 他或许就是那个要继承二爷遗产 不得不拼命败家的 美版王多鱼